是一個玩款的T款 它是偏長身的 要兩個顏色 兩個我都會搭牛仔褲 在鞋子方面可能就會換 我想應該都會換的 先說一下它的設計 它的設計就是前面正常的長度 後面是一個伸延下去的格仔布 格仔布這裡是透的 磨砂 但是是透的 所以要打底的 它的前腹的位置 這個側骨 側骨 不是 側邊的位置 就有這個蓋子 這個是車死了的 上身效果就是這樣 可能不是太出 看到了 是一個好像兜住了的 一條帶 令到三腳 不是 三身這裡有些拉扯的狀態 但是寬鬆的 不在繃緊的 你會看到這一幅 是偏長的 款式 有一點難用文字去表達 簡單來說 好 再來一次 就是 去到旁邊這一幅 黑色的正式部分 是偏長一點的 去到這一條帶位 就做回一個 兜住的狀態 令到這裡 就有些打折的 打... 就... 就... 少少 促起了的效果 然後去到下面 就有些伸延下去 那就做回一個 比較隨意一點的風格 啊... 對... 其實用文... 用口其實有時候 都頗難說 一些... 一些特別一點的... 剪裁 對... 一些玩款一點的設計 來的 這樣就怪怪的 你會覺得這裡是一件東西的 其實它整個的設計 就是這樣 保住 你越... 買了之後 怎樣穿呢 你越是前腹的 這邊呢 是正常平的 這樣就OK的了 那下面這裡 就一定是這樣的了 那就可以做回一個... 少少... 玩款的設計 但又不會over 那又有些優閒一點的Style 那就真的比較建議 襯牛仔褲已經好看 那如果要襯波鞋 我就建議摺起 是啦 因為都是... 如果你那個褲本身 不是少少掉腳的Cutting 我就建議摺起褲腳 如果襯波鞋 就要摺起褲腳 因為你波鞋的鞋面 會頂起那個褲腳位 就沒那麼漂亮 如果我穿兩鞋 就沒問題 那寬鬆設計 不過是因為後面 磨砂師傅 就要... 要打底 那在衣袋裡 做回一個對扣 這個是對扣的配件來的 就釘死了 做回一點點細節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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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你打架我 好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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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容易